這個過程充滿著驚險 您能不能把這個九個小時在游的過程中的風險和驚險 你的想法跟我們說說 因為為什麼從東莞到深圳南投下水的地方 要走六天六夜呢? 因為白天不能行進 只能是白天躲在山洞、草叢、石房裡頭 晚上才能夠朝著東南方向裡頭 沿著山路去走 要避過鋼燒、避過燈光、避過那些村莊 不要被民兵和邊防軍發現 所以就到了下水的時候來講 為什麼我要有九個小時 我就從深圳灣最寬的海面下水 因為那個地方來講防守相對沒有這麼嚴密 他估計你的體力根本撐不了 但是那個時候來講 一個我就想起了尼克松總統1969年1月20號 總統究竟演說一句段話 他說人生每個時刻都是寶貴的、突破的、一去不復返的 但是有時候時刻呈現轉結的意義 在那個時刻所做的抉擇會影響到我們今後一生一世的生活面貌 又想起了毛澤東的語錄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 排出萬代去爭取勝利 所以這個幾個小時驚討駭浪 九死一生啊 終於就一條泳褲闖向江 就趴上了自由的土地